Hello 各位 你好 我是Ann 現在是2020年11月尾 11月25日 政府就出了施政報告 又有一點關東沖市 不如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施政報告是講述 有一個叫明日大嶼的 vision 我們叫做願景 它是在未來20年至30年 在香港有一個發展的願景 項目會做人工島 有一個策略性的交通基建 有道路的基建 所有配合之後 就可以做到很多的住宅 給香港的市民 另外我們只是說一下 為什麼會提到這個黃先生 這個黃先生和明日大嶼 有什麼重要性 為什麼I-Money會提到黃先生呢 其實他主要是想交代這個 創新公司營合作模式 因為他在說明日大嶼 是差不多有6250億這個項目 如果大部分都是由政府出 政府會比較吃力 這個投資 明日大嶼是需要政府撥款 或者是立法會撥款 政府才可以去馬 在一個號資這麼大的情況下 會有一種模式出來了 他首先來了這個 叫做 Popular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他說這個股份成立了1000億的公司 75%的股份就是750億 香港人一人持一手 每人派一個Warner去做一個基金 他會做什麼呢 大家看看這個目標 低造了2000畝地建房屋 包括輕建年輕人和負擔的25個居住房屋 還有創科產業 金融中心 還有全新的生態保護環保的數碼化社區 智慧社區 融入土地和大自然 還有區塊鏈 物聯網大數據 5G、6G網絡 人工AI智慧 智能機械人等等 有兩種很美麗的環境 給你們看見 這就是為何黃先生會在這邊提出的 說到最後 有沒有風險 大家可以看看 黃先生覺得一人一股 有很多問題 最終政府拿這個方案 我都支持 贊成 我也很想推動 黃先生出現這篇文章的情況 施永青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中原地產的 一個叫做 他不知道有沒有退下來 好像退下來 他現在也是發言人 他的說法也有一個代表性 所以一人一股這個融資方案 有很多名人都支持 值間很多人都贊同 施永青也是坐上客 他都覺得 這個計劃是匪夷所思 什麼計劃 什麼計劃 明日大嶼 6250億這個建設 是匪夷所思 非常大的 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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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景 真的願景 我們不看其他東西了 我們慢慢去撥去 最後 施永青去說些什麼 這裡都不用看了 我看下一頁 供應多推出無期 這就是施永青的評論 這就是施永青的評論 施永青表示 施永青表示 這就是施永青的評論 施永青表示 施永青表示 市場單位供應不足 現在 一個新盤 好的一個新盤 一定有購買力 二手樓價 現在都在高位的徘徊 工商價錢 一直是這麼下跌 大家都明白 為什麼在疫情之下 工商鋪的價格一直這麼下跌 特首施政報告裡面 講過長遠的房屋政策 為了 全數密德 會做31萬6千個公的房屋 用了330公頃的土地 造出來的房屋 會是2034年才可以入企 對於未來住宅供應大增,施永青說,好像很多 但沒有人知道真正什麼時候推出了 政府說一定要找到,但究竟3年5年還是10年才有供應呢? 政府要找新的地皮,需要花時間和進行規劃 估計不是現時的一時一刻可以做到 這是施永青對於明日大雨的疑惑和評論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星期或這個月 究竟施政報告對樓市有什麼衝擊 你再看這些經濟日的網站 其實關於地產的也很少 關於地產的也不多 樓市的也不多 這裏是寬案成空,樓市可虛何從 非住宅物業切勒 住宅物業完全沒有改變 新樓會有全級計劃 舊的樓市也是做林鄭計劃 八百至一千萬的樓市 八成按揭 我們再看看最近的看樓市人數 沒有提到東涌 太古城39單 海宜半島33單 康宜太古城那邊也有很多人買 那裏看樓量挺高 藍田麗港城 德福九龍灣 琉環布花園 美孚新村 新刀城沙田 天水圍 嘉湖山莊 嘉湖山莊很厲害 一百一十 大家可以看看 原來 看樓在升 便宜價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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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百多人看 便宜店 現在我們熟悉的東涌 東涌在哪裏 整個大嶼山島 最熟悉的大嶼山島 除了東涌 大家可能都會 往平寶蓮子 寶蓮子 寶蓮子會有大佛 大佛里地寶蓮子附近 大佛在這裏 沒錯 天壇大佛就是這裏 這就是天壇大佛 東沖是看不到天壇大佛的 東沖在赤立角機場的右下角 這裏就是我們平常說的東沖北 東環、星匯、影灣園 影灣園藍醜屋苑 成交量很高 第一期三座 第二期三座 第三座 總共有15座 低密度的小矮房 都是低密度的 旁邊就是藍天海岸 有6座 好像沒有第四座 都是1、2、3、5 然後是6座 然後有一個影岸筒 這兩座是影岸筒A和B 有些人稱為6座、7座 今天下午我做直播的時候在這裏看的 就是這個圓形的Square 小朋友很喜歡在這裏玩的 就是南海堤灣本 地鐵在哪裏呢 我們要通過這條橋 這條橋 這條橫跨了一個叫做大嶼山公路 這裏就是地鐵站 這個地鐵站 我們通常去賣菜 是會去到浮東這邊賣菜 是浮東街市去賣菜 浮東街市去賣菜 浮東街市在哪裏呢 浮東街市 應該都在這裏附近 浮東街市去賣菜 通常我們要走很遠去賣菜 走到這裏 我想在這裏附近去賣菜 跟著就 吃東西方面 也有很多地方吃東西的 東匯城開了新疫 已經多了很多變化了 那我們再看看其他的新聞好嗎 那 看看這個 講一下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裏面的新聞 這個禮拜是林鄭Plan 有什麼改變呢 新的施政報告 這個 這個講者是誰呢 這個King Sir 這個King Sir 是曾經破產過的 之後又做得很好的 一個建制學者 她對林鄭這個施政報告 也有些什麼 展望 可以大家看看 沒有放寬度 當然 沒有放寬度 一個叫做 1000萬以上的樓 的 六十八成按揭 沒有放寬度 也是跟之前一樣 林鄭Plan 令到價量改變 這是她的標題 400萬的樓 10月份有這麼多% 然後9月份13% 成交量是多了 她是這樣說的 下一段 一千萬的樓 8.9% 升到16.2% 成交量多了82% 那一千萬以上的樓 就由15.2% 跌到14.2% 跌幅是7% 就是豪爪方面 跌 至於價格方面 做了很多數據 自己可以看看 下一段 A&B單位 有升幅 A&B單位 即是600萬到1000萬的樓 最後這段 她說什麼 相反 多年來的金管局 逆周期案 揭傑斜 後400萬 以及400萬以下 至600萬以下 的單位成交 明顯是比以往少 而A類的單位比較 雖然成交減少 但樓價是有升幅的 她說是有升幅的 然後 C類型的大單位 因為政府沒有進一步放寬 任何乘數 除非樓市向上升 否則 量跌價 有跌 量跌 即是成交量 跌 價 樓價也會跌 這就是 C類的單位 E類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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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萬以下 沒有限大 這就是 King Sir說 Lovember 11月20日 20日 提到的情況 我直播的時候 即是 星期日 下午直播的時候 提到桌底交易 這裏有篇文章 也提到桌底交易的事情 究竟桌底交易是否犯法呢 這裏應該是我剪圖的 我剪了另一 我剪了另一 說的一個文章 我們看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有指前述买卖合约成交的金额,并非实际的成交价 据知情人士透露,新买家需向买家 买人应该向seller支付预额 买名字叫家私费或装修费名目,去写一个名额 由十几万到十万不等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抬低交易 为什么这段期间,一千万的楼会跌至九百多万? 平时一千二百万的楼,为什么会跌至九百多万? 其实有部份真的用了这个状态 用了这个状态就是 低过一千万的楼是可以拿到八成的按揭 所以如果你的三房业主叫价一千一百万 然后一砍价买出就一千万买了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因为买买客就是我我们一年洗单 通常都是会去请seller 我能不能这样做呢? 如果你不可以这样做呢? 回到我的首期只欠了两成就行 有很多seller很想快点去完成交易 做了一些累移街坊的行为 那他这样做的时候 普遍三房或者大单位房 超過一千萬的房間,原本需要一千一百萬成交 你只需要九百多萬成交,或者一千萬未到的成交 以後樓價是怎樣去顧價,就是你過去的成交 如果樓價是這麼便宜的,你之後的保價就不會這麼便宜 如果新的買家做按揭的話,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要銀行股價,就不足價 原來業主需要一千二百萬元,但銀行股價只能去到九百八十萬元 那你也有很大的情況 你做不到的保價,你也上不了會的人 你方便了一個人,但好像犯法,感覺上是犯法 桌底交易雙方沒有保障 下一段說 業主略為減價,雙方便可以做到的按揭是沒有好口非 只要買賣合約上登記金馬如實反映全數交易價,那就沒問題了 不過,藥售益方面,以其他方式補償買方,形成一個大華令銀行 面對更大的風險,隨時借多了,這個情況有機會觸犯法例 這篇文章就說了,有機會觸犯法例 但是,如果你拿出一些情況,可以掩蓋到的,未必算 再補充一下,如果雙方都在賭博,其實是沒有保障的 更反問,為什麼買賣物業要相信一個陌生人呢? 相述的情況是屬個別事件 不要以為可以騙人 是否有個別事件呢?大家可以看看 成交價便會知道是否 我們可以看看 這裡,成交價在美聯這個APP裡 我們看到成交價,最近是東充的 最近的單位是美聯 臨時買賣合約 一個小單位,680萬 平均每個呎價是13000 然後,26日做了一個小單位 平均每個呎價是12000 12000 剛才是13000 六百多萬 六百多萬 五百七百萬 然後,海堤灣半三房,這個真的離譜 怎麼離譜呢? 應該是12000 沒有過 對了 你說,哪裏有樓價可以是11000 這麼低 這麼便宜的 你也知道,可能好像剛才我們說 有這個狀態 海地交易 是嗎? 嗯 接著,瑩灣園 瑩灣園 瑩灣園 自我們搬到東充 十幾年前 都是,瑩灣園是比較便宜的 是,是比較便宜的 是,是比較便宜的 那,那個呎價都是11000多 六百零五萬 兩房單位 南天海岸 南天海岸 南天海岸,這個又是有五樓有些問題 是的 實際面積是811尺 是的 它在賣1098萬 是嗎? 1098萬 這個水南天岸 水南天海岸 通常是比南天海岸更貴 對 那,它也不是這個價錢 是不是很奇怪 這些 這些數目 真的 這個更貴 你看,影灣園 它實際面積 這個影灣園的單位 雖然它矮 但它那個藍房是很大的 940尺 呎價是多少 9000多元 我就不太相信 9000多元 890萬 除非那個人真的很等錢 不過,影灣園也有 有些特別的 大家買樓的時候 都要留意一下 有些特別是 哈哈哈哈 是的 有很多不開心的事發生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嗯 接著,影灣園 昇薇 有小單位 是的 成交了 咦?這麼可愛的 呎價31 不可愛 我不知道你寫什麼 我租金 對,租金14800 哇 這個很划 喂 昇薇一房14800 現在哪一房可以這麼便宜 這個真的很划 嗯 拍攝完 然後呢 25日 11月25日 做的 780萬 平均赤價是11000 嗯 嗯 南天一房 你看看 去賣價是576 哇 沒見過 平時都應該六百幾萬 現在變成576 你看這些單位全部都 你看這個昇薇 然後下一個 昇薇租 18500 是670 670 這個就 昇薇通常呢 那些租金是會貴一點的 但是現在竟然這麼便宜 對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我一直看的 哇 這麼便宜 對 這麼便宜 這麼便宜 嗯 然後就東提灣本 東提灣本 相對來說 那些樓呢 是 樓型差 不好意思 說是 樓型差 不過你要上去看看 那個叫做方向的 那 那 不同的 那 沒有裝修那些 就真的要自己扔錢去裝修 因為始終樓能有回到那些下 嗯 昇薇就不需要 通常不需要 因為昇薇用料都OK 它的除火我很喜歡 是的 是的 嗯 是的 其他那些 所有的影灣園 藍天 海堤 我們入伙 都應該要收拾一收拾 除非你上手 真的少住了 少住了 那我們看回到23號的時候 哇 都很多成交 你看看 租務成交 買賣成交 都很多 這些都是 其實都有三房 AH單位 三房比較大 927呎 九千多元 九千多元 平均一呎 嗯 這些都是 影灣園的情況 嗯 那 我自己就會覺得 海堤人士就 像這個 那樣 1051 其實海堤是好住的 海堤最好住 海堤最好住 因為它始終少人 對 小人 對 小人 很少 只有幾座 你看看海堤的圖 1 2 3 然後 5 只有5座 真的只有5座 而且很多人都不在那裡住 哈哈 有些不在那裡住 有些不在那裡住 有些只是在 那裡叫做 嗯 你看看它那裡的景色 多漂亮 你這裡播一播給你看看 那裡的景色 漂亮 海堤灣半 在2002年落成 單位總數 1536房 間隔分兩房 三房 以至相連四房 其中七成半屬於兩房單位 使用面積大約600至700平方尺 海堤灣半 和區內的大型購物商場 東會城 港鐵東沖站 只是一橋之隔 而屋苑樓下本身有酒吧區 餐廳小店和國際學校 營造外國的生活享受 亦因為這樣 外籍買家向來佔屋苑客源 有一定比重 屋苑四道物業一致排開 前排向東北的是臨海單位 坐擁機場海景 又以單邊第一座最幽窄 景觀角度最闊 而後排向西南的單位 對出是公園球場 遠眺東沖市中心和東沖灣 有山有水 畫面特別豐富呀 看完這次介紹 想深入了解最新的行程 好嘍 這是海堤灣半 然後是冬堤 冬堤 不知道有沒有簡介 看看冬堤 冬堤是在地鐵站上蓋 是最方便的 那 那 柳林 就真的有 東沖首個私人屋苑 東提灣半 1998年開始入伙 因為屋苑鄰近港鐵站 又近機場 到今天依然有一班 在機場上班的租客捧場 租務市場零射活躍 屋苑有八座樓高二十八至三十層 提供大約二千一百六十貨 加上自設會所和泳池 住客生活都算致成一角的 東提灣半程兩弧形相對 形成很多單位都有機會看到海景 景觀相對開揚 屋苑本身有多間地鋪 油焗 公眾泳池就在鄭對面 由近東匯城和赴東商場 滿足住客生活需要 差不多了 其他都沒有特別的 聲匯都可以按一按 聲匯給你看 因為聲匯是比較高級的 比較高格調、高級的 東沖聲匯屬於區內填海發展區 新進私樓 配以豪華會所、陸化空間 連同商場基本店舖 足以應付住戶所需 聲匯由九座分層大廈 複式和洋房組成 總數約1419貨 戶型多元化 間隔包括一至五房 住宅規模算數一數二 聲匯住宅會所樓高四層 設計廣告 佔地近九萬呎 包括戶外泳池、健身中心等等 屋苑停車場設於地庫 有近七八個住客車位 至於商場就以民生店舖為主 例如有便利店、超市、連鎖快餐店、美容中心等等 東沖港鐵站附近配套齊全 包括公眾泳池、巴士總站、東匯城商場 由港鐵站到星匯大約15分鐘報請 購物方面 東匯城在這區大型購物商場 有超市、連鎖快餐店 和潮流品牌特價像 東沖居民一樣受惠 而港珠澳大橋開通 由東沖開車到澳門只需40分鐘 日後落城的屯門至赤立各連接路 將會令到星匯交通客源更全面 校網方面 星匯屬於98小學校網 中學就是離島區 其中東沖中學就有可譽中學 我們以前都是東沖街坊 我住開海堤的 海堤一座是最完美的 因為永久海景 我當時兩房的時候 不知道是否叫什麼海 可以整個湖景 好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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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的朋友 住得很久 想換大些單位 或者不想裝修 買星匯 不好意思 咳了 說到差不多了 今天我們要看看財經 也可以看看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 星期六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什麼地產新聞 真的沒有什麼地產新聞 地產只有這一頁 啟得獲十個標書 明日大遇 財委會 廠關議員 關注言 這樣 然後就沒有了 然後就這裡 太古城三房 逆市 逾百萬 逆首 其他都是一些廣告 所以地產真的 有機會地產有一本 一個小本子 放在那裏 但是 這裡就沒有 刊登出來 我們看看 置業家居這裡 看看 會有什麼 可以看到 這些新聞 這個就是這個禮拜 我們在香港發生了的事情 關於東涌的一些 小小小的總結 作為一個街坊 和一個叫做 我們看一下 封面是說了什麼 注冊留案 放寬無影 無影 無影就是什麼都沒有 重現樓市之火 還滅 即是不用再看內容 即是還滅 沒有了 六字居 第十四頁 六字居向宇 頭供屋市場 最便宜 一百萬可以做業主 有什麼可以提 這裏是一千萬的樓 未放有因 這些 按揭通 銀行最優惠的 銀行優惠龍虎榜 我們可以看看 慢慢揭一揭一揭 這裡 畫面 看看它說什麼 你看看 這裡 有十大屋苑成交量和赤價 太古城 十月十一月 成交真的明顯減少了 康兒也減少了 映灣元 我們要比較熟悉的 增加了27至34 11月有34宗,按月的变快升了25% 平均赤价,没有低,更高了,高了100元 这也是,可以看看,两价齐升,两房,600万戏 希望大家进来东涌的情况,所以就告诉你们,两房是全香港最便宜的 这里有几个成交,我们刚才也看过了 有些大单位的9千多元一尺 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因为在这个礼拜的情况 里面有什么可以给大家看看东涌的 我们一起走个圈 1千万的楼按揭,还未放宽有因 为什么还未放宽 我都不需要知道它是怎么还未放宽 如果看市场支持放宽,其实一定有理据 楼价格1千万的楼,现在银行的按保措施借8成按揭,首期200万 楼价2,1001万的物业,按揭是楼价5成,即首期500.5万 首期的偏差是300万 相对来说,小业主是比较难有这一笔首期 有估计 之前没有林郑PAN,还有有林郑PAN的情况 看看汇与银行的按揭 汇丰银行的按揭 现在是P,100万以上就是P-2.5 或者Hybrid加1.5,即上限是P-2.5 看上限是P-2.5,即上限是P-2.5,即上限是P-2.5 好像东亚银行也很漂亮 通常都是用恒新银行和中国银行 其他银行都很少听到 升展也有 看下 真的要大家去比较一下 用数字去比较 你这样看,其实我也不太明白 哈哈 我对数学也不太明白 但这些表表,如果你们看 在《金正日报》星期六那天 你可以去买,买回到我家看一看 在《金正日报》星期六那天 你可以去买回到我家看 那一页 去看看什么情况 或者下车 下车 因为我这些是买到月费 我才可以下车 嗯 这些都是广告 也有很多广告 多谢朋友仔 今天我们说的楼市 东涌的情况 就说到这里为止 最主要来说 为什么三伙会跌破1000万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桌地交易的原因 桌地交易的情况 我们看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 我们都可以看到 原来 原来 他们的情况 就是 可以过得到的 可以过得到的 未必是一个叫做 未必是一个叫做 有法律的承担 对 这本 这个叫做 律师也有说 未必的 要看下 你如何去解释 如何去写 写 那叫做 多余的 成交额 例如 你原本是1200万 那 如果那个律师真的可以帮你 说 是装修费 再加上家私费 那就是200万 那 你用另外一个方法去成交 那就是 1200万 那就是 实际上 这就是 雷街房 然后 三房 就被你搞到 价格下跌了 所以 我们的结论就是 为何会这样的呢 三房大单位 会跌破千万 原因就是这样 嗯 多谢大家收看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说的目的 还有 2011月 差不多 12月1日之前 那个叫做 东中的情况 好 多谢朋友仔 收听 又 觉得 这个 这个 叫做 这个 廣播 OK的 你又喜欢的 可以下次再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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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姐姐 或者是 再看姐姐的直播 那 都是一个 叫做 缘分 缘分的驱使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那 那 多谢你啦 拜拜 拜拜